残忍的屠夫拎着木棍 上前就要对铁笼里的狗妈妈下手 一旁的小狗见状 立马上前咬住屠夫的手 阻止他 却被屠夫反手抓住 就扔到了身后 狗妈妈急忙朝着小狗吠脚 示意他赶紧逃跑 不用管自己 尽管小狗非常不舍 但狗妈妈不停地吠脚 让他明白待在这很危险 于是小狗赶紧逃跑 他来到屋外 发现门口放着一个纸箱 于是他有了一个好主意 赶紧钻到纸箱里躲起来 可屠夫气愤地追了出来 小狗要是被他发现 可就遭殃了 就在这危急时刻 一个男人朝他走来 男人是来取自己 放在这的纸箱的 他们都没有留意 纸箱里多了条小狗 男人将纸箱抱上了三轮车 随后开车离开了 男人回到家 刚把纸箱抱了放在地上 结果打开一看 突然一条小狗 从纸箱里窜了出来 小狗直奔屋里 才进门不久 男人和老婆赶紧上前查看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瞬间呆住了 常年卧病在床的大哥 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那小狗 男人担心以大哥的暴脾气 肯定饶不了眼前的小家伙 于是赶紧上前求情 男人想到小狗 应该是从狗肉馆逃出来的 还挺机灵的 于是试探着提议 要不将小狗留在家里 给大哥做个伴 没想到大哥不但不同意 还愤怒地大声呵斥小狗 小狗吓得不停好脚 一旁的弟妹嫌烦躁 上前就给了小狗一脚 大哥也更加气愤地表示 多亏男人好心劝说 他们才没有继续对小家伙下手 小狗吓得满脸恐惧地趴在地上 大哥老鱼担心小狗在房间里 会继续捣乱 于是让弟妹将他关进了鹅圈 俗话说虎落平阳被犬欺 狗落鹅圈又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 小狗遭到大鹅们的围殴 不停发出凄惨的叫声 传到了屋里老鱼的耳朵里 这让他想起了 多年前自己遭遇意外 孤立无援 结果失去双腿的情景 老鱼心生同情 决定将小狗从鹅圈里放出来 老鱼嘴上说着讨厌小狗 却赶紧用不条为他包扎伤口 弟妹看出了他关心小狗的心思 故意说 要不然把他送回狗肉馆得了 老鱼却表示 就他这小身板 狼看了都得哭 于是弟妹提议将小狗留在家里养着 老鱼其实挺感伤的 他自己就是被命运抛弃的人 从没想过还能有一活物让自己来抛弃 就这样小狗留在了家里 而老鱼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小家伙竟成了自己难以割舍的办 老鱼在床边专心绘制图纸 他打算设计一款 方便载着自己走出家门的板车 小狗就在一旁静静地陪着 突然老鱼拿起图纸查看 不小心将铅笔掉落在地上 他想要伸手去捡铅笔 却怎么也够不到 一旁的小狗注意到了这一幕 立马走上前 他叼起地上的铅笔 然后跳起 扒在比自己还高的柜子上 将铅笔放在了老鱼手边 老鱼捡起铅笔 不可思议地看着小狗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随后老鱼奖励给小狗一个窝头 而就在这天晚上 小狗竟然救了老鱼性命 屋外电闪雷鸣 狂风暴露 屋里老鱼睡得正香 小狗被雷声吵得没法入眠 由于门没有所言 突然一阵强风袭来 将柜子上点燃的蜡烛吹倒了 小狗瞬间觉察到了 看到蜡烛旁的纸张被迅速点燃 火光映照在了老鱼的脸上 小狗立马起身狂吠起来 见老鱼丝毫没反应 他干脆走到床边不停吠脚 此时老鱼总算被叫醒了 他扭头看到纸张竟然着了火 慌忙立即翻身 抄起一旁的湿毛巾赶紧灭火 三两下就将火熄灭了 幸好有惊无险 老鱼重新点燃蜡烛 看着一旁乖巧机灵的小狗 他从心里接受了它 从那一天起 老鱼经常陪小狗玩耍 并给他取名叫二货 随着二货一天天长大 老鱼与他也建立了信赖与友谊 在二货的影响下 老鱼心中也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与此同时 老鱼设计的板车也成行了 在板车做好的那一天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 老鱼兴高采烈地趴在了板车上 这是他待在屋里多年后 首次从屋里出来 他迫不及待地自己驾驶着板车 在广场上来回溜弯 看着外面世界的变化 听着老鱼的诉说 几天后 老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由于他会修理小家店 于是决定到镇上去摆摊 弟弟每天上午用自行车 拉着老鱼到镇上 黄昏时候又到镇上将他借回家 二货本想跟着老鱼一起去 但老鱼担心他到镇上会跑丢了 于是让他留下看家 看着老鱼渐渐远去的背影 二货愣在原地久久不愿回家 就算回到了家 也是失落地趴在地上 一向是个吃货的他 尽管美食端到了他的面前 他居然毫无食欲 可到了黄昏时刻 二货又变得兴奋起来 因为他知道老鱼很快就回来了 于是赶紧跑到路上去迎接 见到老鱼后 二货就会乖巧地 跟着板车一起回家 第二天 二货第一次违反了老鱼的命令 老鱼让他回家去 他故意趴在地上守候 等到老鱼的板车走远后 二货悄悄地小跑跟在后面 来到需要爬坡的桥边 二货看到老鱼正抬头左右张望 生怕自己被他发现 于是赶紧低头趴到地上 等到老鱼他们走远 他才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继续悄悄跟上去 他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躲躲藏藏 仿佛一个保镖一样 在暗中尾随着老鱼他们 可等到老鱼他们来到摆摊的地点 却遇上了麻烦 一旁开电器行的老板 不分青红皂白 出来就叫嚷 要翻到别地儿要去 别耽误我们口 我怎么做生意啊 弟弟一听不高兴了 打算与老板大壮争辩 大壮还想不依不饶地上前理论 这时二货冲了出来 朝着大壮不停咆响 大壮下得赶紧转身 抱起自己孩子就往屋里溜 而大壮万万没想到的是 不久后老鱼与二货竟然救了自己孩子 老鱼是个明白人 不愿再留在这看别人眼色 于是让弟弟换个地方 他们将摊位挪到了一旁的巷子里 随后弟弟准备骑车回家 本想将二货一起带回家 可只见二货坐在了原地 老鱼看出他并不想回去 于是让他就留在这里 紧接着弟弟一个人骑车回了家 也多亏了二货的留下 才让老鱼能顺利完成第一单生意 弟弟走后不久 老鱼突然想起 昨晚帮顾客修的电视机 搞忘带来了 而顾客等着今天要用 于是他决定回家去拿 老鱼赶紧叫上二货往家里看 一路上老鱼自己驾驶本出 在平路上都挺费劲 遇到爬坡那就更困难了 望着桥头的陡坡 老鱼感到很无奈 往后看了看 也没有其他路人 二货跑到前面去找人寻求帮助 也迟迟没有归来 于是老鱼决定奋力一搏 他往手上喷了喷口水 双手搓了搓以防手打滑 然后开始发力了 他咬紧牙关拼尽全力 眼看就要到达坡顶的时候 他却早已力气耗尽 板车不但没有继续向前走 反而开始往后倒退 眼看板车就要越流越远 此时二货赶紧跑了回来 来到老鱼旁边 他立马用嘴叼起拉车的绳子 随后用力往前拖拽 老鱼见状也赶紧继续向前发力 二货拼尽全力 在他的帮助下 老鱼总算顺利爬上了陡坡 看着如此聪明懂事的二货 老鱼瞬间乐开了话 连连称赞二货好样的 有了二货的助力 老鱼板车的前进速度大幅提升 不久后他们就来到了家门口 弟弟看到大哥竟然自己回来了 感到很吃惊 老鱼告诉他 是二货将他拉回来的 并表示以后就不用麻烦弟弟了 有二货陪着自己就行了 老鱼回家取了修好的电视机 然后二货拉着板车 他们赶紧往回赶 不久后 他们再次回到了镇上 修电视机的顾客也找来了 得知自己的电视机已经修好 他对老鱼的手艺赞不绝口 赚到了第一笔钱 老鱼买了炊饼庆祝 他分给二货一半 并对他的功劳大加赞赏 第二天 老鱼给二货做了方便拉车的装备 这下二货不需要用嘴叼着绳子了 他一路拉着老鱼前往镇上 老鱼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 而就在这天 老鱼和二货竟然救了一个孩子 他们正在摆摊时 二货突然看到 一个人贩子手拿风车 正在引诱一个小男孩 他警觉地抬起头来 只见人贩子偷偷抱起男孩 二货赶紧站起来 朝着人贩子费酒 老鱼这才注意到 有人想拐买小孩 他赶紧驾驶板车 跟着二货追上去 而孩子的父母 正在为孩子的丢失痛哭流泪 原来那孩子 正是电气行老板的儿子 当他们正打算去报警时 老板大壮一看 竟然是上回那条狗 他气愤地捡起地上的石头 就要砸下二货 就在这时 夫妻俩扭头看到 老鱼正载着自家的孩子 朝这边缓缓拾来 大壮瞬间明白了 赶紧扔掉手里的石头 随后夫妻俩急忙 跑向自己的孩子 为了感激老鱼的救子之恩 大壮本想给老鱼一笔钱 另一方面 也算是为自己之前的 不礼貌赔罪 可老鱼无论如何 也不肯收下这份心意 表示给二货食物 这就行了 并叮嘱大壮 以后要看好孩子 可大壮还是心有愧疚 决定为老鱼做点什么 第二天早上 老鱼和二货刚来到镇上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大壮竟然悄悄 为他们准备了专属摊位 就在他之前驱赶老鱼的地方 老鱼盯着有模有样的摊位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可老鱼万万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件事的传播 竟让自己与二货分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二货每天拉着老鱼早出晚归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迎来了暖春 送走了严冬 无论气候如何变化 二货一直陪着老鱼 穿梭于镇上和家里 一晃几年过去了 这一人一狗的深厚情意 也被人们津津乐道 因此二货获得了不少人的青睐 其中就有人想买下二货 这天 一个眼镜男静直地来到二货面前 他用手轻轻抚摸二货 并夸赞 这是一条好狗 老鱼自豪地表示认同 接着眼镜男表示 自己听过老鱼与二货的故事 二货作为一条纯种的拉不拉多 作为老鱼的车夫实在是可惜 而且看他早以上的年纪 再这么折腾下去 恐怕身体也受不了 这话让老鱼陷入了沉思 随后眼镜男提议 要不将二货卖给自己 价格老鱼说了算 老鱼对此毫无兴趣 无论多少钱 他都不愿抛弃二货 而且他相信二货也不愿离开自己 眼镜男自知碰了病 但还是再次表达了对二货的喜爱 他给老鱼留了自己的电话 希望老鱼再考虑考虑 老鱼怎么都想不到的是 二货竟然真的被自己卖了 两天后的下午 侄女兴高采烈地朝着老鱼跑来 带来了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弟妹和老鱼都感到非常开心 弟妹原本计划 等自己老公卖完鸽子回来 一家人给女儿好好的庆祝庆祝 可就在这时噩耗传来 一个村民急冲冲地跑到院子里 他告诉大家 老鱼的弟弟在卖鸽子的路上出车祸了 人也伤得不轻 正在医院等着抢救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老鱼手里攥着的录取通知书 不自觉地掉到了地上 弟弟的意外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血生加书 一方面要筹钱给弟弟治疗 另一方面 侄女马上上大学 还需四千多元学费 一想到这些 弟妹着急地不知所措 眼泪瞬间夺况而出 就在这时 他把目光转移到了二货身上 他试探着与大哥商量 自己听说有人想买二货 老鱼一听就不高兴了 表示坚决不同意 弟妹继续说道 二货每天跟着老鱼多遭罪啊 把他卖给有钱人 不就是享福了吗 老鱼越听越烦躁 弟妹再次补充道 狗再好他也只是条狗 毕竟是个畜生 这下老鱼彻底愤怒了 二货对他而言 不仅仅是条狗 他是他的人生伙伴 和心灵的依靠 弟妹被老鱼大声喝止 一脸委屈地出了门 随后坐在院子里大声哭泣 屋里的老鱼 看着一旁趴着的二货 陷入了沉思 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一早 老鱼为二货精心梳理好毛发 并在镇上给他买了一个铃铛 随后亲手为他带到脖子上 紧接着 他与二货做最后的道别 当眼睛男递给他五千块钱时 他接过来 数了一千块退还给对方 眼睛男感到一脸猛逼 老鱼解释道 我不是卖 原来老鱼并不是为了钱 他一方面考虑道 侄女上大学需要的四千多学费 另一方面也希望二货能安享满年 毕竟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跟着自己吃苦受罪 眼睛男拉着二货离开 老鱼赶紧低下了头 不敢看二货 因为他害怕自己会舍不得 直到二货被送到了车上 老鱼才悄悄回头张望他 他眼神中充满了无奈与不舍 二货走后 老鱼时常盯着 他原本睡的位置发呆 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仿佛丢了魂一般 一段时间下来 由于忧虑过度 原本还算乌黑的头发 竟然全部变成了灰白色 而二货来到了新的家 尽管住进了专属狗舍 每天眼睛男也将高档狗粮 端到他的面前 可他却毫无食欲 一心只想着回到老鱼身边 他不知道老鱼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更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甚至眼睛男给他找来了新的玩伴 他也丝毫提不起兴趣 整天就趴在狗舍里 一动也不动 但二货的心里实在是想念老鱼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趁着眼睛男不注意 二货悄悄溜走了 他打算回到老鱼身边 凭着来时的记忆 二货踏上了回家之旅 他沿着公路一路狂奔 可路上并不顺利 二货肚子饿了 于是到垃圾堆里寻找食物 就在这时 左边两条恶犬盯上了他 二货扭头看向右边 也有狗正在对他虎视眈眈 随着二货的几声跑响 一群狗开始冲上前 他们疯狂没有二货 这动静吸引来了更多的狗 他们对着二货就是猛烈攻击 仿佛二货抢了属于他们的食物 二货寡不敌众 最终逃了出来 可他也被那群疯狗伤得不轻 稍作休息后 二货拖着受伤的身躯继续赶路 晚上他就躲到桥底下休息 第二天 他又继续赶路 经过了几天的长途跋涉 二货累得够呛 但他还没有见到老鱼 自己不能放弃 于是韩在拼命坚持 就在他一点点向老鱼靠近的时候 老鱼正在他常带二货来的地方 双眼闭着静静发呆 突然他听到了熟悉的铃铛响 立马睁开了双眼 随后老鱼缓缓扭头看去 发现二货正在不远处看着自己 再次见到老鱼 二货不知道有多开心 但他却没法像之前那样激动地奔向老鱼 因为二货找到这 几乎已经耗光了他所有力气 探着累地爬到地上的二货 老鱼难过地差点哭出来 随后老鱼将二货抱上班车 缓缓地往回家的路驶去 老鱼嘴里嘀咕道 你拉了我一辈子 最后这段路 我来拉你 一回到家 老鱼和弟妹就赶紧给二货清洗毛发 这天晚上 老鱼让二货睡到自己身旁 这是二货第一次睡到了床上 看着眼前虚弱的二货 老鱼忠心地表示 从今往后 二货就睡在这里 他再也不会让他离开自己 第二天一早 老鱼醒来发现 二货竟然不见了 他不断呼唤二货的名字 也没有任何回应 于是他赶紧驾驶板车出去寻找 他找遍了整个村子 总算在一片树林里发现了踪迹 可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呆住了 直接二货正趴在不远处的地上 一动也不动 原来二货为了不让老鱼看到自己的离世 从而为自己伤心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悄悄地来到了这里 随后自己面对了死亡 二货与老鱼的故事告诉我们 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它从来不会嫌弃自己的主人 哪怕只是给它半个馒头 它也会陪着你流浪一辈子 所以请善待我们的狗狗吧